听故事贫历史,这里是历史印象集,我是宁哥 历史上的众多帝王中,心系黎民百姓的人均还是有的 我国历史上有一位被誉为最仁慈的皇帝 他仁慈到连敌国皇帝都对他十分尊敬 他就是宋仁宗赵真,原名赵寿义 大宗降服三年1010年,赵寿义出生在开封府工程中 他本是宋真宗,于李陈飞所生之子 但当时真宗想立美人刘氏为皇后 而刘氏无子,缺乏力后的资本 所以真宗便对外声称赵寿义是刘氏所生 这个事件后被民间改变成故事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狸猫换太子 给刘氏当儿子后,刘氏成了皇后 赵寿义也就成了嫡子 根据宋氏记载,赵寿义从小就天性人笑宽语 喜温不形于色 可见他后来被冠以仁慈之名 和其性格中的善良是有很大关系的 尽管只是宋真宗的第六个孩子 但真宗前无子,无一例外全部夭折 再加上赵寿义为人聪明善良 所以真宗便在天喜二年 1018年将其奉为了皇太子 次名为赵真 前兴元年1022年 因为父亲的去世 年仅13岁的赵真登上地位 他就是后人所赞美的著名君主宋仁宗 因为太过年幼 仁宗名义上的母亲刘氏 代为执政长达11年之久 而仁宗则在这11年里 努力学习治国理政的相关知识 努力当好大宋的第四任君主 明到二年1033年刘氏去世 仁宗很快接过大权 开始了自己对天下的智力 宋仁宗是一位有着家国情怀和责任感 想要有所作为的杰出君主 对于宋仁宗的历经图治 从他执政时 启用范仲淹 欧阳修 菜香 复辟 狄青 包拯等名臣 又可见一般 此外宋仁宗最被人推崇的还是仁 他在位时促成与西夏的庆历和异 也与北方的辽国维持着相当和谐的关系 除了废除刑罚 从宽理政 宋仁宗的人词还体现在对敌国上 辽国与宋乃是世仇 辽国仰仗强大的战斗力 时常南下掠夺 而宋朝则依靠着雄厚的财力 用碎币换取和平 等到仁宗继位 他增加了碎币的数量 用以安抚和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 表面上看增加了支出 实际上节省了一大笔军费 还促进了两国间贸易的往来 说到这里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把宋仁宗视为偶像的耶律宏基 也就是辽道宗 话说耶律宏基年轻时 想要一睹宋朝到底是什么样子 便混进使团面见宋仁宗 宋仁宗对使者们的优待和关照 让他感受到了中原大国的气度和风范 于是回国后 他便十分轻松 后来宋仁宗去世 耶律宏基得到消息后 哭着抓住宋朝来时的首盗 42年不识兵戈矣 紧接着他以祭祖的规格 为宋仁宗造了一关种 并要求辽人严是之 如其祖宗林木云 受伤七年1101年 耶律宏基病逝 临终前他还告诫孙子道 南朝通好遂酒 如姓刚 切勿声势 可见耶律宏基是多么尊重宋仁宗 及其努力一生换来的和平局面